你看這個地方在哪 大家記住這什麼地方 這張照片我找出來是有意思的 這個地方的後面就是情報機構 我是跟當時的二部部長紀聖德 紀鵬飛就在這後面見面 就這後面就是二部的最大的情報機構 北京植物園大家猜對了 植物園的旁邊就是二部 就是北京香山飯店 香山飯店就被譽名設計的 就是二部的國際情報機構 他那會有個地下室 200多米深啊 底下七八層高啊 外面就是一個啥的非常漂亮 從這香山飯店一轉彎過去 一個通道走下去一走一轉 到植物園那邊去了 然後一個小門特別小 也就是1米9左右 那是情報中心 那個地方是幹嘛 是發情報 發情報的往外發啊 發情報的 我到那裡邊去 哇塞我一個是共產黨牛啊 更誇張的是從那個下面 轉到後面去 有個飛機瓶 那個時候直升機瓶很嚇人啊 就是沃佛寺的後面 你看多遠去了 就轉到後面去了 有個大平臺 直升機能過來 還有地下還通著特殊的火車 地下火車 絕對情報中心 那次對我來講 哇我看到共產黨啊 你們就這一張照片的背後 讓我打開了一個情報的大門 後來在這裏邊的幾個人 現在全是共產黨解放軍最高的現在 對臺戰爭 這幾個人全是最牛的人 就是那天我見的 除了抓的都生了